近日,一则消息刷屏,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的报告中,日本医疗体系因为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负担的平等程度,国民平均寿命高等原因,再次残联第一位,中国位居60多位。 西洋军查证发现,目前尚无确切消息,证实,这是2018年的最新情况,但日本医疗体系近几年,确实有残联世界第一的记录。 据《新京报》报道,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世界卫生统计报告,对194个国家湖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从人类预期寿命、死亡率、接受医疗服务的难度等9个方面。 进行了分析和排名,日本凭借国民预期寿命高,相对合理的就医费用,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再次残联第一。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公布的世界各国预期寿命排行前10,中国排第53万2017年5月,国际权威医学学术期刊《柳叶刀》中的一篇论文,给出了权威的各国医疗质量排名。 日本的医疗质量排名为195个国家中的第11位,为世界一流水平,超过了美国、英国和加拿大、澳洲,而排在日本全面的国家,是人口数量从几万到几十万,几百万不等,最高已不超过2500万人的国家。 日本新华侨报总讲风认为,如果综合人口方面的因素,日本保健医疗质量,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。 去年柳叶刀的论文还介绍,中国在195个调查国家之中,医疗质量得分是74分,综合排名82位,医疗质量得分还未达到日本1990年时的水平。 众所周知,日本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长寿国,日本人现在的平均寿命,是男性,约81岁,女性约87岁,而前,日本癌症,心脑虚管疾病,糖尿病三大成人病患者的生存力世界第一。 再看一个数据,日本1.26亿人口,人均所拥有的病床数量却高居世界第一,每千人拥有的平均病床数位13.7床,远高于世界居值的3.7床。 看到这里,也许你终于能明白,不怎么吃水果不怎么吃蔬菜睡眠时间短工作压力大,又爱吃油炸食品的岛国人民,是如何做到全球最长寿的。 1.日本基本上不存在医患矛盾 16年,我在日本兵库县县厅做国际交流员时,有一天发现办公室里的上田小姐正在看中国新闻,讲的是当时广州的医生被病人保护遇害事件,于是了解了这个话题。 1.上棋安方曾在北京留学5年,对中国大牌长龙,甚至有人卖罐号票的情况都不陌生,自然也能明白其中缘由。 1.毕竟国内医疗资源仍旧稀缺,加之医保不健全以及使用限制过多,都是造成我们抗病难的各种因素。 2.于是,我就问了他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情,也对日本的医疗有了更多了解。 首先,日本人的医保相对普及,又正是工作的员工,如公司职员或公务员,和国内一样在各自单位每月交医保,自己负担一半,单位负担一半,金额随着工资水平变动。 月薪28万日元的公务员大概每月医保在1万2左右,月收入在50万日元以上的医保会高出许多,这部分医保称为被用者保险。 具体而言,因为日本实行的是全民医保,公司正是员工去看病时实际,只需负担整个医疗队的十分之一就够了,其余的十分之九是由政府和公司给买单的。 没有单位的人,如个体户,农民们以及失业者,还有低收入人群,会加入国民健康保险,因为没有单位负担额外费用,所以几乎是自己承担。 大概每月二三万日元,但这部分被保险者包含着低收入人群,所以也会存在不缴纳的情况。 自然也不能享受医保,如果是极其贫困的家庭。 当地政府会全额负担保险费用,但随着日等老龄化的加剧,医保支出越来越多,也造成了日本很多地方政府,今年出现了财政制字。 二、日本公立私立医疗水平差别不大总体来讲,日本医保的适用率及报销比例相对较高,国内的医保通常只能在公立使用,私立以及私人诊所、内阳科或保健往往不适用。 但在日本,公立和私立一是同仁,甚至街头常见的阳科和整补院也可使用。 至于报销比例,有这样一个区分,日本厚生劳动省网页,根据年龄和是否在职,个人承担一成到三成。 可以看到,即便同样七十岁以上,如果拿到的退休金卡底在职收入,这个人依然承担三成,而低收入者就只是二成甚至一成。 这也算是相对公平的政策之一。 而且,日本的医疗水平差距较小,为什么国内大总是排队甚至要买挂号票? 因为好医生及所谓的专家号会集中在大城市的个别。 此外,环境和设备也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出现天壤之别。 但在日本,医生在私立和公立的收入水平差别不大,而且日本政府也会保证国民都有相对健全级整洁的就医环境。 所以普通日本人会究竟选择看病,并不会千里迢迢去莫名牌指定看莫名牌医生。 当然,如果是当地处理不了的疾病,也会给患者开介绍行到大就医。 三,日本人长寿跟医疗水平,有很大关系。 很多在日本看过病的中国朋友都说,不用操心要不要给医生红包,不用担心会被用到假教。 不用担心被支付钢额医疗呗,也不用担心看医生护士脸色。 在日本看病次数不多,以前去过福岗大学附属。 环境之好让我至今印象深刻,不仅干净整洁。 大厅的安静也让人内心一阵惊叹。 当然护士和医生的服务态度,直贴心也十分难忘。 还有一次去京都旅游,坐栏山的小火车,到达一个较贵干的小地方。 居民哨到街上几乎没人,但的气派与街道乐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。 基于以上的因素,其实在日本几乎不存在所谓的医患关系,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也比较高。 但不意味着日本就是天堂。 日本电视剧,有一大类主题是关于医生的。 白色巨塔就是内部权力及利益斗争的代表作,日剧白色巨塔剧照。 此外,医疗事故在这里偶尔复出。 最近一次失神故母,给九个肝癌患者做手术,造成其中无人死亡的报道。 后来调查是在没有达到手术要求的情况,想要实施手术才造成了悲剧。 在日本一时间,也造成了很大影响。 尚田刚说,这是为了节省成本采取的做法。 不止这一家这么做,严重与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 但无论怎么说,日本人常受的很大一个因素,与医疗资源丰富有密且关系。 男人平均寿命80.5岁,女性86.83岁,并非完全回宫于日本饮食。 据统计,日本人常受的背后,其实有将近平均十年的时间是与命化作斗争。 可见其医疗资源之报答。 此外,日本人很在意自己的健康,有一点小毛病都会立即就医。 这是否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?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连续20多年位居世界第一,推荐一部我很喜欢的日本纪录片,计时期十二小时。 其中有一集大理的小便利店,讲述了日本一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理发生的故事。 也可以回看到日本的医生和病人背后隐藏的种种。 当然,希望我们都尽量不去才是正经事。 四,日本很多障碍患者也能正常生活抛开医疗水平不说,日本社会对很多障碍患者的宽容和支持,也让我很有感触。 在日本街头或其他公共场合,遇到这些障碍患者,包括唐氏松和症患者的频率也高到让我有些惊讶。 有时是他们一个人外出,有时是有家人陪伴,但总收拾得很干净,女孩子们会穿漂亮的裙子,背着戴配合适的包,还梳理着可爱的发型。 男生们也穿着修鞋,背着双肩包,和普通年轻人出门没什么区别。 我一度有些好奇为什么在日本遇到他们的频率如此之高。 因为患病率高,难道日本不做唐沙检查,好奇地查了些资料。 了解到,日本女性在怀孕期间,被查出胎儿患唐室综合症时,在得到医生的确认后,可以选择放弃。 有宗教信仰之人或许会做出艰难的决策,但大多数父母还是会做出正常的决定。 所以,并不是出生缺陷帅高材,导致的正义现象,原来如此,或许,并非国内这一群体的数量上,而是他们的社会参与度不高,才让我几乎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。 而小小的岛国,因为处处在台阶旁边设置斜坡,以方便轮椅使用者上上下下,人行横倒的盲道,几乎不会有人占容,使得他们能够用盲杖或导盲犬自己出行,以及社会整体的良好治安。 让智商只有儿童水平的唐室患者也能独自外出,于是才让我有了刚开始的错觉。 后来,我又查了日本专为有障碍患者开设的学校。 截止2010年,包括盲校、龙雅学校、残疾人学校在内共计有一千多所,为这个国家的残障人士改辟了一片可以共同享有的天地,使他们不仅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, 也能在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帮助下得到一些特殊的工作机会。 日本也在积极研制医疗陪护机器的人,而在电影院、在商场、甚至在运动场,你也能随处看到他们的身影,像我们一样享受着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的情绪,琳琅满目的商品,以及挥洒汗水的得意。 于是改革,在日本,无论是住院的病人,还是一些罕见病人,都能在各种支持下正常生活,体会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